这是日月潭每年万人有度的盛况 直线距离日月潭约4公里 衣衫傍水 明潭水库是明潭发电厂的下持 穿透山壁一公里隧道 隐藏着东南亚最大 全球第十大的抽搐式水利电厂 控制的油鸭 粉滑油 鸭油 操作油 从水库底部往下五层楼高度 发电机组的心脏 它高速运转单机组装置容量 26万千瓦 六部机组加起来约160万千瓦 发电并连一台了解收到 那如果系统缺点 我可以马上让机组启动 三到五分钟内达到满载 那供应系统的 补这个系统的用电力不足 水利发电启动并连升降载迅速 就像是电力救援投手 可随时上场 目前全台14座台电 迎接水利电厂 2022年发电量达到238亿度 受看向影响 越谈许多地方干涸见底 不过遇上极端气候 水利发电也面临困境 极端气候嘛 以往的经验 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来参考 2021年2月开始 台中德基水库 蓄水量叠创历史新低 发电机组停摆 六个多月后才重启发电 同年5月17号 星达火力电厂机组步障 林潭大关电厂紧急支援 但水情严峻 约七个小时之后水利耗尽 42.2万户只好停电 基本上水利发电 我们现在有时候讲 自己是靠天吃饭 老天爷赏脸水多一点 我们就可以运用得更充裕 就大概从5月开始 一直到10月 这是一半我们在季节上 讲的风水期 所谓的设备都通通投入去发电 然后也没有就是相关的税修 就是在这个风水期之外排定的 南投北山电厂川流式发电 属于灌场水利电厂 发电状态也受外来因素影响 你现在水量大概是2000多 所以可能是2400左右这样 单机装置容量4320千瓦 只能发出约一半电力 另一方面因为是竹坝蓝溪发电 上游废弃物源源不断 埔里这边很多角白笋 对不对 那他们收割完以后 基本上那些东西 一定是往这个丢 除了担心垃圾阻塞 既有发电基础 若想在新建大型水利电厂 通常地处偏远 开发成本很高 此外蓝水竹坝 环境争议不小 水库清淤更需投入 大量人力经费和时间 台湾高达98%能源仰赖进口 水利发电是少数的 自产能源 产业发展值得肯定 在维护既有水库 机组运作之外 鼓励新建小型水利发电设施 减少环境冲击 也将是可行之道